大家早安 歡迎收看今天9月10號 星期二的財經早點名 我是陳昆仁分析師 先祝福大家有一個美好的一天 因為其實如果就 昨天的台股行情來說的話 早盤不知道你有沒有被嚇到 因為台股一度大跌了500點 結果你看尾盤偷偷拉起來 然後中場的話當然還跌 跌290點 可是其實那個跌幅 已經大幅的收斂了 然後如果你有看我們昨天早上的 財經早點名的節目的時候 我們在最後節目的時候 還跟你加碼 送你兩檔股票 來來來 先看一下這個 有看到嗎 富士達昨天掌停板了 為什麼他掌停板 原因是因為 蘋果星期發表會在今天凌晨 結果沒想到 華為說我的三折疊手機 我提前發表 三折疊手機 我覺得它最重要的核心元件 叫做軸承 就是那個轉軸的部分 所以我昨天特別跟大家提醒到 富士達 我是不是跟他講到照例 因為這兩個檔是 接華為的折疊機的訂單的最大宗 所以你看昨天的富士達掌停板 另外富士達昨天掌停板的一個原因 還有就是他有公布出來說 他做了一個水冷散熱接口接頭 然後結果另外一檔個股是高麗 也是我們的高麗 我們跟他分享過好幾次好幾次的高麗 昨天掌停板 為什麼會水冷冷卻這個技術 這麼樣的重要 複習一下 還記得嗎 上個禮拜的劉德英前董事長 台積電 他在經發會的顧問會議裡面講到說 我們有非常棒的資料庫產業 佔有一個非常好的地位 我們必須要持續發展 然後領先優勢 不然別人來抄 所以他們來抄的時候 就讓他抄兩年前的東西 因為我們已經領先在前面了 然後他也跟你說 冷卻技術是現在目前大家 必須要去努力的 所以這是我們台廠 很重要的一個領先的關鍵 持續創新 結果高麗的掌停板 然後富士達的掌停板 當然富士達是兩個原因 高麗的話它是一個就是散熱的部分 但是不管怎麼樣 就像我剛剛前面說到的 台股昨天還好 你有沒有看到 它大部分都是疊在全資股上面 台積電 鴻海 然後外資的話是賣超了501億元 但是如果你是有聽我話 有聽我每天在跟你早上 哭口婆心碎碎念的觀眾朋友們 粉絲們 投資朋友們 我相信你應該會相對安心 所以我還是一樣用這張投影片 來跟大家做一個開頭 引言 然後做全場的連貫 台股現在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現在的問題叫做是 個股它位階比較偏高 所以自然而然就會有一些利空也好 或者是說主力希望買低點的時候 他就放出一些恐怖的訊息給你 然後讓你砍出低點出來 然後所以這個時間點 台股最大的風險 不是基本面的風險 而是投資人去做一個追高殺低的風險 聽我這句話 所以你就可以聽清楚 現在目前貫連全場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就像你看上個禮拜五 禮拜六凌晨的美股的主要指數 是全面中錯的有沒有 可是我跟大家說什麼 我說那也是美股 陷入到一個短線上面的恐慌的情緒 因為市場在擔憂的一件事情是 如果9月18號晚上 就是我們的台灣台北時間 是9月19號的凌晨 The Fed的聯準會議會議 他如果是降兩碼的話 我告訴你 全市場在擔憂衰退的風險 因為為什麼要一次降兩碼 為什麼第一次就要降兩碼 是不是你後面隱含著經濟衰退了 可是在禮拜五的那一天 非農就業的數字跟失業率的數字 美國那邊的 他其實還好 就是一好一壞 非農低於預期 然後失業率的話也是比較好一點 就是沒有那麼差的失業率 所以他就變成是一個 大家反應非農不好 然後沒有人在看失業率 已經改善的這個問題 結果殺了一片 我就跟大家說過了 殺了之後 其實他發現說很多人都是挫殺 尤其是一些機構性上面的 大型的資金 所以帶來了挫殺之後的話 你就盯緊著VIX 還有盯緊著FedWatch 因為FedWatch如果能夠回歸平靜 也就是在九月份的這一次的利率會議 能夠回歸到降一碼 讓市場安心的微調的動作的話 那市場就會重新回歸一個平靜 回穩在上 然後台股在打第二隻腳 這是我們最近跟大家定調的方向 所以昨天今天清晨收盤的美股 全面反彈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VIX也大跌了 跌了11% 禮拜五的時候是漲11% 然後昨天的話是跌了11% 所以看起來就是一個 那個市場在做一個調整的過程 那輝打漲3.5% 然後台積電ADR的話也大漲了3.8% 那台股的關鍵的話 不要說穩混 而是最近的定調的方向 都是這樣子啦 第二隻腳啊 手穩在上啊 然後可是在 指數在手穩在上的時候 全值股在手穩在上的時候 我告訴你 中小型的個股 紀理中央行情的個股 已經先上了 你有沒有看到剛剛的掌停板的高利 有沒有看到昨天剛剛掌停板的富士達 很多的個股都好好的把它掌握到 我們跟大家提醒到的方向 那主要的指數的收盤 跟一些個股的一些漲跌給你看一下 回答跟台積電還不錯 上漲了30%多 然後蘋果的部分的話 下半段會跟你講 iPhone16新機發表會正式出來了 那你該盯誰 或者是它有哪些新的功能 下半段再做說明 昨天的蘋果也略為回穩 就是開屏然後壓低再拉起來 然後小漲了0.04% 其實就是大概收在平盤附近 那主要指數的部分的話 在1到2%的一個區間 然後美超也漲了6% 那特斯拉的話也回穩了 因為它禮拜五那天也跌了8%吧 好像對 沒錯 就是它就是一個屬於 大跌之後的回穩的過程 那為什麼能夠回穩的過程 其實我也跟大家說過了 Live粉絲團 這邊先留一個空白的地方 因為我要切一個大的畫面給你看 就是這個大畫面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我的粉絲團 跟我們做相關的互動 來來來 我找一下給你看 這裡 週末分享 有沒有 有沒有 這不是你電視壞掉 好 這個也不是你手機壞掉 我把它放大給你看 這就是我在禮拜六的時候 就是今天禮拜二嘛 昨天 前天 大前天 前天的下午5點多的時候 下午5點多的時候 我跟你講的 真的不用擔心 下午5點51分的時候 禮拜六的時候 我跟大家說什麼 我跟大家說 我先等 那個比我還準的 廢的傳聲筒 出來講話之後 我再跟大家做翻譯 他怎麼講 他說其實目前看起來 傾向降息一碼 然後保留新數據在顯示 進一步的經濟惡化的時候 再去做事實加快降息的選項 然後這市場上面的一個過程的話 是我跟大家說過了 降一碼就是軟著陸 降兩碼的話是恐慌 甩腿 所以現在市場上面 就是漸漸回復到一個 平靜的水準 那這個平靜的水準的原因 就是因為 我跟你說了 美股也在恐慌 所以我們自然台股就會跟著跌 你看這是9月7號 禮拜六在我的LINE的粉絲團 直接來跟大家做分享的 那請你不要慌 不要怕 然後我說雖然星期一 來來來來 這裡就看一下 往下拉拉拉 真的很多的內容 我還跟你說我真的不是 你一定不是只有想 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因為看到發生什麼事情 全部新聞都會告訴你 不用我告訴你 大家認真的人看到新聞的人 全部都看到了 可是我想要告訴你的事情是 我要告訴你如何因應 就是下週就是昨天 昨天可能會先大跌的台股 第一件事情 開跌跟跌是必然的 基本面沒有問題 可是外資提款 所以我覺得這邊的話 沒有理由再殺低 可是第二件事情的話就是 祭底作帳行情已經正式開始啟動 很久了 我拜託你趕快把現在目前的行情 把它看清楚 我們的節目可以給大家很多很多的內容 那後面半段的話我就不講了 因為我相信後面如果你有看到我的LINE 如果你是現在才加入的話沒關係 右上角有一個很像筆記本的那個符號的那個記事本的地方 你去找找看 那裡邊都有 我跟你很清楚的說明 所以在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上半段我要跟大家定調一個方向 就是美股 台股必須要跟著美股走 所以在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你會發現有很多很多的一些訊息們 都在我的LINE上面 這邊先給你掃一下QR Code 你可以拿手機起來 直接把你的照相功能把它打開來 然後掃一下QR Code的時候會跳出一個連結網址 然後跳出這個連結網址的時候 你就可以直接加入這個是正版的 因為我本人捏一下肉給你看 你現在看到的是第十台的節目 或者是我的YT頻道 那個才是正版的 那如果其他的地方的話都是盜版 因為這詐騙太多了 你要小心 這是正版的 加一下把它加起來之後 另外我再跟大家 加好嗎 好來 繼續 9月份我就說過了 有很重要的訊息 我們在一早 就是在9月初的時候 8月底的時候 我就跟你說過了 因為這個月最重要的在這一天 9月19號的FED利率會議 凌晨2點台灣時間 台北時間 所以你看一堆的數字 ISM製造業指數PMI 然後還有出領失業救濟金 還有非農就業跟失業率 這是上個星期最重要的大事 這個星期的最重要的大事的話 蘋果新機發表會 然後你有沒有發現說 結果蘋果新機發表會的前幾天 結果華為跟你說 我就是有一支新的三折疊手機出來 他就故意要跟蘋果槓上 所以結果他們不小心 又給你爆到一個名牌 軸城有沒有 軸城軸城 來 所以又有一個什麼CPI 會在明天 PPI會在後天 禮拜四 會去做公告 所以這有太多太多的經濟數據 如果因為這些經濟數據 帶來一些短線上面的困擾 干擾 影響的一個情境之下的話 所以你就要盯我所謂的Fed Watch 因為你看最新最新 這是我剛剛五點 五點半起床 你不要以為我八點坐在這邊 可以很輕鬆愉快 我告訴你 我起的筆記早 我五點半就要起床 幫大家看美股 幫大家看兩大報紙的頭版頭條 我要幫大家看 所有全球的重大的財經事件 不然我怎麼知道iPhone16它長什麼樣子 你搞不好其他的新聞都還看不到 可是我已經告訴你了 來 下半段 然後回穩訊號的話 請你盯VIX 有沒有 9月6號先上去之後 結果你看到最新到9月9號 昨天的時候就明顯的下滑了 對不對 就表示市場上面的恐慌情緒是 恢復平靜 恢穩了 對不對 如果對的話 那現在目前的行情叫做是 打第二隻腳的行情 下半段回來的節目的話 會跟你講 我們現在目前的台股的重點 你要如何去抓一些方向 第二隻腳的穩盤 關鍵的話台積電鴻海 如何去做看待一些相關的全資股 跟中小型股的輪動 資金的方向的過程 下半段好好來跟你做解析 我們先進廣告 好 歡迎回來到 財經早點名節目現場 我們剛剛上半段的時候 跟大家解析過美股的方向 然後當然我跟大家說過了 因為今天早上清晨的時候 有蘋果的發表會 就是iPhone16正式發表了 那我今天標題要是 一顆蘋果救台股嗎 我跟你說 沒有 沒這回事 但是我告訴你 其實不用蘋果來救 台股沒有問題 台股的問題只差 美股何時回穩 或者市場的一些恐慌 何時降溫 我們台股有非常非常好的基本面 投資價值 明年持續成長 那當然今天的一些相關的部分的話 還是會很跟你講說 蘋果的一些發表會的內容 我跟你說過了 我們今天先獨家來給你看一下 蘋果它在新品發表會的時候 就講了哪些東西 第一件事情 當然是Siri更新蘋果AI 它叫做是Apple Intelligence 它不是什麼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因為它是用蘋果來代表 深層式智慧 當然目前看起來還沒好 它的新機發表的時候 你如果是美國版的新機 拿到的時候 你並還沒有辦法拿到新的AI 因為它要在10月的時候 才可以去做一個更新 也就表示說我講白了 它根本還沒做好就要上 因為它有點倉促 因為畢竟9月份一定要發表新機 所以到時候會用更新版的方式 甚至中文版的部分的話 會在2025年 明年才有 但不管怎麼樣 這支手機我認為還是相當重要 因為它是用了台積電的 3奈米的A18的晶片 然後它是用16核的神經引擎 它有說到說它的續航力 電池的部分可以提升 至於到哪裡 到時候你用用看 另外還有什麼16 Pro跟Max系列的話 還增加了4800萬的畫素相機 高寫解析度 可以幫你自動對焦 還可以做到4K 120fps的 度比視界 看起來都很厲害 所以鏡頭的部分的話 它也有做到規格的升級 然後高階款的部分的話 如果你要買Pro或Pro Max 起跳價到36900塊到44900塊 我不是在跟你做推銷 我是在跟你講說 蘋果這支手機 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能不能帶來 AI的換機槽 或者像是一些 Android系統 Android陣營 也跟上AI的功能 所以這是現在目前 蘋果很重要的一個地位 那當然昨天的蘋果的股價 也算是回穩了 你看這裡 我給你看一下AAPLO 是蘋果的股價 昨天也拉了一個小向影線 在季線這邊獲得了一個支撐 可是有一個問題是在於 我們的大力光 你看3008的大力光 最近這幾天好多人問我大力光 我一直跟你講過說 大力光在多久之前就跟你說過了 6 7月的時候 你該做的那時候 是6 7月的大力光 因為6 7月的大力光 是一個蘋果心機有夢 準備要推出來之前的 那個幻想的那個時間點 可是真的到了 發表會前後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這裡竟然是一個爆大量 跳空下去 而且這邊這個大量 我昨天有跟大家說到了 如果這個大量 能夠守得住的話 這個低點能夠守得住的話 它就可以回穩再上 可是你看昨天 雖然是量縮的 量縮的話 但是已經破了昨天 應該前禮拜五的低點 就是這一根 這根低點的話是多少 來這邊是 2710 所以它只要跌破2710的價錢 價位的話 就代表的是它的整理時間 必須要拖長 除非你告訴我趕快站回去 除非你告訴我蘋果 趕快去救你 可是大力光現在目前的問題是 它的8月份的營收很棒 可是它跟你說 9月份因為提前拉貨的關係 所以帶來它的一個股價 已經充分去做反應了 所以你有大力光的人 你自己小心一下 2710的這個價位 必須要趕快的來站回來 所以我剛剛也說了 台股不需要蘋果來救 但是某一些個股 如果跟蘋果比較直接相關的話 恐怕還是需要 蘋果的利多來去做一個刺激 但是如果非蘋果系列的話 沒關係啊 台股還是很好啊 然後我也跟你說過了 台股也不用怕 因為我會告訴你 盤中如果有任何的一些突發事件 我盤中告訴你 然後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事件的話 我晚上甚至週末假日的時候 我也會跟你講 怎麼講 不是在8點到8點半的財經小點名 是在我的LINE的粉絲團 來跟大家做說明的 所以LINE粉絲團上面 有更多更多的一些資訊 我的YT上面也有 所以記得把它盯緊著 因為我相信可以給你一些比較安心的 近期的操作 來 所以你看 報紙 兩大報紙的 工商時報跟經濟日報的頭版頭條 我這邊下半段沒有給你看 原因是因為 那是一個很沒有營養的廣告 如果你有看到的話 你會看到就是那個三金 中信金 台信金 星光金 但是還是在那邊炒來炒去的 誰要賣給誰 誰要嫁給誰 然後但是就算是 底定的又怎麼樣 你能賺多少 它就是一個沒有多少空間的 套利的空間 中信金好一點 價格高一點 那如果是新興病的話 那個價格很糟糕 你要拚這種股票嗎 我覺得沒有必要 所以你沒有必要去跟他們去 去那邊炒 或者是新聞那邊一頭熱 我認為還是最重要的 還是回歸到台股的部分 台積電 鴻海 依然都是投資價值 那也如我說的 如果你有 不用砍低點了 但是你要反彈的過程之中的話 你要去做到換股 那如果你沒有的話 不要買 因為台積電 鴻海就很委屈啊 他們根本不是我們自己的台灣 內資能夠去做一個控盤的 外資怎麼賣 怎麼到貨 不是看他們不好 只是因為全球的資金都在去做一個調整 所以這樣情境之下的話 台積電跟鴻海會持續的比較相對的一個委屈的股價 但是投資價值 台積電就是1000塊 投資價值 鴻海的話就是225 為什麼225 就是15塊 明年EPS 乘以15倍本益比 就是基本和你的股價的投資的價位 所以現在目前為止的話 我都覺得偏低了 可是你要操作的部分的話 你要找一些好的個股 那我這邊留言板 也是留空白 原因是因為我又要開這個 豐富的資訊給你看了 來來來 我們的YT 我們的YT的留言板 我的YT不是中視這邊 因為我會把影片拿回去回放 所以回放之後的話 那個影片上面的留言板是開起來 我會跟大家做互動的 你看這邊 有沒有 昨天我們不是跟他講說 富士達 然後趙立 結果就有人跟我們有粉絲說 謝謝老師 富士達漲停了 我就知道他是恭喜加油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很認真的粉絲說 你看 老師隨口就抱了兩支漲停板的 不是名牌啦 我只是跟你講說資金會跑去那邊啦 好不好 抱名牌的是台積電 台積電跟你講水冷散熱 跟你講冷卻的技術 那才是真正的名牌 他在跟你指引方向 所以你就要看著台積電 看著鴻海 他跟你講什麼 趕快去買他們指出來的族群 會有標股 會有名牌 我不是抱標股 我不是抱名牌 我只是跟你講這些重要的觀念 來 你看 趙立跟富士達也太好了 你看 很認真喔 真的幸運你看 華為的三疊手機MATXT 三疊疊手機 非常明顯就是對著蘋果來到 我就說啦 我就是槓 他就是槓上蘋果了有沒有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市場 這就是現在目前的資金啊 不用擔心現在目前的問題 有我在 來 YT原版的這頁 空白處就在我的YT上面去找 這就是我說到的啊 三疊疊手機加上水冷散熱 和水冷散熱的高粒 昨天都漲停板 所以真正抱名牌的是 這些產業的領頭羊們 那這些產業領頭羊 自然而然就會告訴你 現在目前的資金的方向 只是你可能要認真聽 你要聽懂他們在講什麼 那你聽不懂 我來翻譯給你聽 就像是FedWatch Fed傳聲筒 那個Nick那位記者 他就跟你講這些相關的訊息 那這些訊息都可以帶來 市場上面回吻 很重要 很好的一些方向 我也說過了 我不是只有給你吃魚而已 我是教你釣魚 那我怎麼教你 比方說你看投信 作帳 解密 我也教過你啊 選小不選大 大家都沒有 我有你沒有 趨勢成長高 線型型飄飄 這些怎麼樣口訣 怎麼樣教學 我都在YT上面有教過你 然後如果你真的有問題的話 沒關係嘛 留言啊 或者是LINE這邊來做 跟我們做互動 我都很歡迎 因為市場上面現在目前 真的太多太多的恐慌情緒 但是我不認為現在目前恐慌情緒 會帶來台股什麼樣的問題 最大的問題 我再次重申啊 就是你追高殺低了 聽懂我講的 不要追高 不要殺低 不要聽新聞亂報 你要好好的聽懂這些相關的一些重要的訊息 後面隱含的含義 比方說你看 還記得嗎 我在9月5號的時候 上個禮拜的時候跟你講說 你看 注意注意喔 這檔是萬潤 你看352塊的時候 投信又買回來了 有沒有 那時候是352塊 結果有沒有看到 到昨天的萬潤 收盤價是392 創下了收盤價新高 但是那個影線還沒突破 但是不管怎麼樣 352到392 一張就可以賺4萬塊 有沒有學起來 有沒有告訴你 既底作帳行情看大作小 還有一分鐘要做事 趕快來 然後我們跟你講 聯軍矽光子創高不要再追 我8月中的時候就跟你講聯軍了 為什麼 那時候MSCI資金的調整 然後月底生效 所以你要領先 就像大力光要領先 你不是在追高 跟你講蘋果出來的時候才追高 所以183的聯軍 到昨天是168 當然我也跟你說過了 這種個股它主力分盤跑不掉 可是非常難做 難做我就老實告訴你難做 好做我就告訴你 跟著我們一起做 跟著我們一起賺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我能夠來中市 來跟大家做分享的一個 主要的原因 我還是一樣把這一頭影片 給你去做一個靜靜的思考 因為我認為台股 現在真的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從技體做到行情 做到了年底的做夢行情 它會有很多很多的中小型的個股 飆起來 漲起來 領先發動 所以如果需要協助的話 LINE加起來 或者是待會0800打進來 你可以得到一些飆股資訊 法人看法 還有可以跟我一對一的互動對話 好 台股加油 大家有我們盤中見 加油 任理由 那時候 你們真的 tycker 要 weapons 它還可以 很多 activist 在怕 kung 我們